货班奖学金的学子们在慈幼宫妈祖娘娘的见证下 领取奖状与奖金 为鼓励学子努力上学 台北松山慈幼宫每年都会发放奖学金给成绩优秀的学子 以十三接庄的在地弟子为主 只要涉及超过半年 课业成绩80分以上的高中生大专生就能申请 希望透过奖学金的帮助鼓励学子继续用功念书 我们的奖学金也可以说办 我来幼儿三十几年就都有了 可以说非常多 最多到三千五百 今年比较少 今年是台湾的两千六百块 这个高中的是五百三十几 所以都两千六百块 我们可以说一千来就三年 没有办这个颁奖典礼 都在这里发了 都在外面发 今年因为疫情的犯罕 所以我们要跟两千九百颁奖典礼 我们最主要是奖励这个学生 和这些学生可以说 成绩 有到平均80分以上 几乎通通有奖 鼓励人来领奖 只要在我们的合来十三个月中 就是我们上山 升级 台湾中山 南港 来后 还有加十几 这区都可以参加 所以参加很少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是通过的 除非第一个最重要是操心 操心哪有等 可以 所以我们总算是说 一年做这个祖先 两个旗的这个钱 差不多用的1500-1600 这区就是 这区法790-91万 所以我们两个旗起来 都要1500-1600 所以 中的孩子 特殊 保守他们来向上学 尤其我们特别有 对这个国防学院 和市医学院的 有名额比较多 所以是 鼓勵 那工资小孩 可以领导 今天 来努力训练 今天是松山慈幼公 办理这个奖助学金的活动 那也非常的感谢 松山慈幼公一直以来 对于我们松山地区 还有这个西口的 这十三街庄的 这些学子们 持续的这个支持跟赞助 那也希望呢 这些得到奖学金的孩子 之后呢 这个学业 还有在超兴上面 能够持续的精进 那未来呢 能够在这个毕业之后呢 回馈社会 那也这个 让我们的妈祖呢 可以持续的这个庇佑 这个我们的大松山地区 代表受奖人致辞的 陈同学表示 课业成绩八十分的门槛 并不会太难 感谢妈祖的照顾 让同学们可以安心读书 就感谢妈祖慈悲 照顾很多同学 让同学能够安心好好的读书 不会很严格 因为他分数大概八十分以上 那也没有一定的财产标准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 不是弱势同学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他就现这个 住在这个几个行政区内的学生 只要认证读书 八十分其实不会很难啊 奖学金就把它存起来 准备以后的高辅考考试 松山区区长游竹萍表示 非常感谢台北松山慈悠工 长期提供奖学金 鼓励优秀学子努力上学 也期许同学们取之社会 未来也能够用之社会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